看了一半的赛事,来到第六场 四班16米草地赛事 这场是3T的尾关 长点路程的赛事,跑一里 起步的时候算出得齐 快一点,中间最风云起步最快 是否他带头呢?应该不会的 外档有龙船快 内档有标枝云端,白衫路路爽 热门幸运红起步都在前面 反而六三白走到巴基之后起步不快 现在有点刻意骑上去 外档有座安仲 然后中宽少,中横16,M4 M3就轻高采烈 在美国队暂时八进绍升 和六三的一铺到位 跑了大约五百米左右 前面有龙船快,暂时带出了多少 标枝云端就摄上去 罪风云在这个位置其他马就OK 对他来说就不是太恭喜 他有马遮住他,暂时有点斗口 外档那只巴基之后暂时也未来 反而贴兰帝的幸运红威 对他来说这个位置就不错 拍着他又老老爽 走着外档有座安仲 再跟着的马 六三的一铺一铺到位 这里骑了两步,走上了一些 上到来拍着中横16,贴着蓝铺 M3走着外档那一铺就中宽少尼 美以红衫就白晋笑声 包紧未暂时的浅蓝衫 仍是轻高采烈的 但头目的距离不是很远 说五六个马位之间 一路转看弯弯,向着路进发的时候 前面的龙船快 暂时还拍着最风云 他一直都望空 不是这么好的 内档的标志云端就退 在内側热门的幸运红威 报民见到有些位立刻骑上去 但加速就未算很强 外档巴基之后虽然窃位 骑路又不错 外面有安仲足欢笑 最二百米的时候前面龙船快还未断 巴基之后虽然善位窃益多了 打下去有的 中间幸运红威 内档上来中横16还没位 但前面巴基之后 过了龙船快跑后径都行 他出带一名巴基之后 跨跪赢了 幸运红威第二 第三名结果龙船快下 第四名一铺到位 这么厉害 两只绿色衫都神奇 当然赢了那只又巴基之友 全程三四碟都照赢 养好之后真是 瓜贵三场 厉害 瓜贵三年节 是喘名马 这只都现在做了喘名之星 另一只绿色衫就一铺到位 路程短一点 今天又不离后追 他现在尾二三 其实他末段追射得挺好 回来跑去 更加死 他的路都曾经塞过 如果不是塞过 他更加名 他又塞 中横16也是塞 到最后两步是无法騎 中横16一直没有望空过 一直都在这 无法騎 赛前也打算这场没什么部续 田泰安 路上 虽然我也知道分数也没什么好处 上櫃都跑到省了才赢 一早一段 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再多两步 他赢了场上 他赢了很多步 骑到抢口都要放前走 现在亿组是龙船快 只有他自己一只放 十二档一组可以很轻松 杀了麦兰 顺放 看怎么塞 陆三一半到位 现在还未望空 接着陆三 接着他挂机之友 这边没有位置 这边也没有位置 要去抽出外面 其实美国机会追得很好 他当然 我想下次要加情 不过希望健康好 在上季很有信心的那场 翻谷草 他刚刚就是健康出问题的那场 那你没办法 百多至有都可以喘名 但他现在赢三场 那看看第三名张照 都是龙船快顶倒 看分段时间 头段24秒87 第2段22秒98 第3段23秒73 末段23秒51 总时间一分三十五六零零九 那真是 如果维持得到 我想巴基之友也有权再赢 为什麽 因为幸运红威 我觉得是船组最合适的 亦都在内篮那里 把得正好 当然他的质素 可能不是特别高 但巴基之友这样赢 他有权再下一城 这些马一神起上来 我想你现在跑1600、1800 都是对着幸运红威 是高彩烈的 都是这些马 因为今天都在开变 一路和你舍着跑 其实他这些是七十分下来的马 我想他上去都不是很困难的事 只要健康正常 当然 苏惟燃搞这只马一神 当机一宫 其他的马俠的标志弘端起步 又不慢 可以摆到前面 当然回来就没有了 因为这只马俠的重发杂 最惨的你试重发杂 前面有只马俠放来 二十个马位 下面那些马俠怎么试 基本上看不到 他只是找一只显微镜 你不跟香港 看一看镜就看得到 重发你靠那条片 那一场就有只马俠放来 二十个马 在后面 有福星 你根本看不到他市场很不好 所以有时重发杂比较麻烦 今天潘顿来跑 虽然跑不到三甲 但我都觉得未必太失望着 因为今天又移动了一些配备 而且又是部速不利 我当作追背着重磅 比较难一点 当然另外一只演出 不是预期那么好 那一只最风云 这些马一放在前面 看空了 就好像变了第二只马 出集在那个位置 已经说到不是很恭喜 这些马不遮住它是不行的 会乱乱的 今天又一次 好了 都看完第六场了 我们看看第七场 三班千二米赛士 这一组出马少一点 只有九匹 但有很多不错的马在这里 起步的时候 应声弹出 加州卫城 吉隆起步慢了 但说快你都不够连连有型 六三一只嘎嘎声就跑上去 幸运遇见很聪明 看到有位置先放下来 三号那一匹就是 暂时霸占着内档位置 外档陆续光芒 今天起步都正常回 暂时在第四位 在他们后面 吉隆上回来第五 拍着超越名区 热门的宽乐智宝 今天升班 暂时是A3 还以为是威智星 包着美红三个毫宝 转弯时 连连有型 拍着扣女的加州卫星 一起放在前面走 贴纜第三幸运遇见 二叠第四陆续光芒 然后那一对吉隆和超越名区 接着宽乐智宝 这些热门内档要骑 他是比较立的 还要找位置 看看怎么找 担出外档是威智星 包美仲是毫宝 进入后直楼前面 连连有型 第二段开21秒93 看他还未说挺累 还可以 反而加州卫星不多 内档一挖出来有位 幸运遇见期内有 外面上来陆续光芒 宽乐智宝在哪 在陆续光芒的内侧 还未摆正过态 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幸运遇见过连连有型 宽乐智宝现在找到位 找到位又怎样 但太迟了 不要说赢 第二都追不到 他最低名见过幸运遇见 连连有型第二 第三名宽乐智宝 第四名吉隆 伟大丁马搞什么鬼 先颜色王子 接着吉隆 又是起步包尾 真是 等于A步踪一踪 等于玩完了 这场高东利有些计划 两只马并排在前面 封住里封住 如果封得久一点 真是 一人买也不足 加州卫星没得早 是不是真的出来了 也有些疑问 因为困住了幸运遇见 看完这场就觉得 放头好像真是挺好处的 连连有型 因为第二段也走得快 他回来 快到21秒93平时他断 他回来还顶到最后一步 还顶到条Q 都很棒 跑道可能今天 都是比较前领一些 宽乐智宝其实也进步 其实直路走不了 直路初其实 幸运遇见有点 出来了 加州位 他也不是很大 他赚这个位置 他肯定赚出来的位置 很勇气 赚出来 那不赚 不赚就麻烦了 外面威之声追 今天他的跑法也是不着 还有三班 看看第四名照片 都还是埋变 吉隆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23秒84 第二段21秒93 段22秒74 总时间1分8秒51 看看需要不需要警告一下 田太安这样撞出来 幸运遇见 好像没有 他又没有说警告他 只是说有一个扎位 他就有些互相触碰 其实他就有点 肯定赚出来 不然就算了 都不任意构成 因为是罚的 赚了一点 加州位 只开了 他就放了一个位置 赢得也挺清脆利落的 但因为这场 你没有了吉隆 在前面 连年有营就变了好跑 还有扣女帮着 加州位 其实试习就试得挺好 不过有点想不到 去到300已经没有了 当然高一班 他过往都不一样 但比预期都是断得早 上季赢一组 很弱组的泥地 接着到季尾 又赢一组 很弱组的组地 第四班 三班 我想他都民粹一点 是呀 我想要很多马失准 才跑过P那种 另外有种失望 是热了新的 那种陆续光芒 他其实进到直路 都打开了 网控了 冲下去 他披都没有 这场 他应该摆在前列走 他早点有时候抢 不过你今天 又见到巴图上班吗 好像没有 没有到 创期积出不到站之后 就好像不见了他 一直找到尾场都找不到 你知道这个邪师 大家知道他这种作风 一不见人 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放大镜都找不到 找不到 有时他都还3344很多 但今天直到连3344都不见了 好像只有第三 好像只有第四 好像只有第四 也不是第三 也不是很开眼 巴图也是麻烦的 陆志堡 我想这场则也当他热身了 他的制度又不是太好 他输过跑法 何宅堯 老实说 你看他也正常 他未十足状态 很明显 骑马的身还动得多些 跑了两三天就可以了 但今天他应该是七八成 看看蔡明少何宅堯 何宅堯的状态好 不如看第八场 四班千二米 另一场杯赛的场合 中华游乐会挑战杯 出马满额的 这场四班千二米 起步的时候 出马满额的 快小小外档 想见你乐家福 热门的我为你 最后成为大门 拍着另一批热门家 应用时在前面 然后偏偏君子 焦点 上市魅力 内档橙衣是天外飞天 最后一扇的马 转飞龙 《逐梦年代》 红衣那批进风已尾四 尾三是桃花多 尾以橙衣那批 阳光勇士 包紧味是钻色永恒 转弯时 我为你 飞得紧要 就吹一声就买来 带头的 洛家福外碟 也拍到上来 跟家应勇士一齐 然后想见你偏偏君子 内档第六位焦点 然后那扇 天外飞天 《逐梦年代》 再跟着转飞龙 上市便便便骑着骑着 在后面那扇 就这桃花多 扔出我当阳光勇士 中间的进风 包紧味还是钻色永恒 进去直路的时候 前面 我为你 他不是放得慢 一直还要骑着 家应勇士 哇 潘顿你又没那么厉害 骑着都没骑着 上来准备过 后面上来就落家风 中间是焦点 然后上来 做个报名的《逐梦年代》 在100米前面 家应勇士 压过了我为你半个马 看过小孩赢得了 骑着两骑之后 我为你 喂 不是 打下一步 打下一步 别人上来 过小孩赢得了 我为你 骑着赢得了 第2名家应勇士 第3名 《逐梦年代》 第4名 偏偏君子 这样也有吗 这场赛后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意见 对于班顿是否过分 老定 是 老定 各有不同意见 但是各有不同解读 因为入到直路 好像神糟一样 压着马 好像赢得了 然后过了 人以为真的赢 别人骑着 那又是否一只马 年轻 出了头之后 没有了目标 很多不同的解读 他回来也有解释 当然这些 一会再说 挺长的 前面也走出来 我为你 这个潘顿其实也上来 很肯定 这是他的风格 他很喜欢忍住 过你最好 不要花太多力 好像神糟一样 极高身 不过大家要留意一下 用鞭方面是怎样的 没有用鞭 没有用鞭 他以为赢了 他摇两摇 过了你 过了你就过了 正常 大力骯 他是很用力推棋的 但是一路的鞭 那边都是 其实不如待着 他没落过 一直都没落过 后来我为你 有点挨出来 那边已经不影响 看看第四名那张照片 都是这些偏偏君子 拍到第四 先看分段时间 头段23秒68 第二段22秒16 末段23秒48 总时间就1分9秒32 我为你赢得这么精彩 我们看看五鹏志有什么说 请你评价 骑士那么长的发挥 发挥一绝 以往他跑开天捉猫 同友有的跑法 这只会比较硬一点 可能有134米的力 之前那些就会停得快一点 他有相对的经验 所以这一场都很简单的推动 正如你所说 他有134米的力 会不会是 这一场可以回落的关键 一定是 一定是 当然那只八号都很厉害 很轻松地过了我们 但是最后我们又回落了一份 这笔马上季 其实都见过他有一些走势 但是是不是 外于口径的问题 而令到上櫺有点 他的口径比较难教一些 我们都比较重化去 头树 相对于在上面操练 他放松很多 帮助很大 回来悶然一身 那么在阵上的表现再好一些 我为你赢得很精彩 尼尼尼和潘顿斗到最后一步 直接赢回头 这件事还挺神奇 我为你 博有不同意见 我这三个人 可能三个人都不同意见 你可以发表一下 Michael 你怎么看呢 当然我可以有机会看下 大家的比较图 因为其实去到最后阶段 你看到潘顿的马 其实都上到来 已经 其实过了头 但最关键的就是 究竟他是不是需要不下边 还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打呢 因为去到这么关键的时刻 可能正常来说 潘顿都挺喜欢用边的骑士 但是他那里就收这条边 浩然又说一下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对马 估计挺高的 如果这样跑的话 他是按住刹桌里面过 过到半个马位 一天一般我们见潘顿跑马 已经带到半个马位 打算都到 想不到对方 对方的力量这么猛 刚刚到中点下 就失那一刻了 变了有少少 就是那个判桌方面 可能是未做到最好的 那又轮到我说 我觉得可能这马真的年轻 你进了直路 他以为是神操 他都不知道要在那里比赛要赢 那你在那里仰仰仰仰 我想这马是有点放松 到他出头 可能他就是年轻 他跟着没有了目标 我想这未必关下不下边事 不如听下董事怎样说 问过他下不下边 都有问过 因为都回来查询下有关 佳颖勇士的最后200米的骑法 潘顿就说赛前还束不安 但是他出阶迅速 不过组段有点抢口 你都见到他是比较急 一点的马 入到直路 他就开始猛烈吹拆 希望坐骑末断充斥 但是当他全力吹拆坐骑的时候 他就觉得坐骑因为经验浅 所以对吹拆的反应 未有预期的反应给到你 那就没那么厉害了 所以也都难以力拆 当然又问到他为何最后不用鞭 因为他都说鑑于坐骑跑法的情况下 他觉得坐骑会有不良反应 如果用鞭 这个就是赛,我这样说 因为乱水 我想如果他知道 里面有一只马会回落 可能他就会用鞭 就是那一刻 都是决定不及 别人突然上回来 那一刻是很快的 就算你想用鞭 都已经太迟了 都看完这场赛事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看美国两场